我覺得我們今天這個課程 讓我最大的收穫 我覺得說剛剛老師有講到 就是高音的時候 你真的不要崩太近 我回去我會馬上試試看 還有我可能我 我蠻幸運的 剛好我遇到說我的客人 他本身 他們工廠在烏公園區 然後他們我每天下班 做完體能大概到八點 然後九點的時候 我再去那個什麼 再去那個工廠 啊工廠四處無人 然後我覺得我一個 我對我自己的期許是說 我盡量去吹難聽 盡量去吹難聽 為什麼 因為我是蠻逆向思考 你吹難聽的時候 我才知道說 哪一個方式才是好聽 我是這樣子 然後在裡面就是因為 四處無人的時候 你老大哥就講說 你盡量吹大聲 你盡量吹給它爆 因為你會用力吹的時候 你就懂得說放 就這個樣子 然後 這就是我學習的技巧 就這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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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